好 我們要一個樹枝給妳了 我就叫妳說 我有12朵花 只是玫瑰喔 另外還會有一個 題目裡面另外還會有一個花 比如說另外還有一個楊潔梗 我現在花店要紮花樹 請問我每一樹花裡面 每一把花裡面不同種類的 比如楊潔梗 玫瑰 葉藍香 都要一樣多 都要一樣多 所以每一樹花裡面 你看玫瑰這樣子 另外還有楊潔梗這樣子 另外還有 葉藍香這樣 都要一樣多 所以我們分幾把 什麼叫分幾把? 題目會告訴妳說 都是分幾把平均分 都剛好 題目一定會給妳這個體驗 以那個條件 剛好 剛好就是它可以除得進 所以題目說有12朵什麼 每棵花的話是除得進的 就是可以分幾把 你看 除以2 除以3 除以4 除以6 是不是可以整除? 所以它可以分4把 分6把 所以呢 我們這個除數 也就是說它的因數 就是可以分幾把 幾數幾把 就是它的除數可以整除 可不可以分5把? 題目說是分的剛好評分完畢 所以5不能夠整除 所以5不能夠剛好評分 會剩下來所以不符合 我們由醬糊來看分東西 為什麼要用因數 好 分糖果也是用因數 每個人拿到的不同的種類的糖果 必須要一樣多 昨天講過再連接一下 所以最多幾人就都是因數 很多種分法 最多幾人就要求最大的兩個的公因素 好 就是求數 給你2個數字 最多可以分給幾個小朋友 條件是要平分完畢剛剛好 求它的公因數 我們用這個叫什麼法? 公因數 我們用這個叫什麼法? 公因數 昨天有 昨天有 為什麼老師 不是這一頁 好 好來轉除法 就是這邊都要用最小的直數 這邊放最小的直數 也就是直音數 然後呢一次一次除 可以除2就用2 不行的話用3 不行的話呢不能用4 要直數 可以用5 可以用7 可不可以用9 這邊要除這個可以放9 可以 不行喔 都要用直數喔 先從最小的 可以用2就一直重複的用2 2用完了 趕快看 不可以3 就是找直數 找最小的直數 3用完了 過來要試試看 可不可以用5 過來7 過來11 好 轉除法就是用直數 放在這邊一次 從最小的開始喔 可以重複 好 這兩個商城 就是它的最大功能 好來 延伸它的應用怎麼樣 可以有 要分幾數 要分幾個人 一樣多 分幾個 文具分幾個人 男生女生可以分幾組 每組的男生數量跟女生數量 是一樣多的 好 這個就是用到的 一定用不 每單位的物件或人要一樣多 我要分組就是單位 每一單位的拿到的是一樣多 每一單位一樣多 每一單位的一樣多 好 我們昨天講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需要再一遍 所以我才從剛才那邊講起 這邊要切正方形的小格子 所以呢 1乘以1是正方形 一定有個答案是1乘以1 對不對 這邊的數字都可以數以1 好這邊的數字你看可以數以2 這邊數字也可以數以2 2是它的公因數 所以你看這邊是不是2 這邊也用2的話 你看一定是會剛剛好 題目的條件會告訴你 它要減得剛剛好 只沒有浪費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是因數 而且是公因數 所以兩個都可以數以2 數以正出 然後剩下的就不可以了 你看它的因數有5 不行加得比3 它的因數有3 不行這邊沒有辦法3正出 所以答案就只有1和2兩個方法 最多減出幾張 就是用1的那個 然後呢 延伸的題目是什麼 延伸的題目 比較難的題目會問你減出幾張 好 那你要看減出幾張 要看這個6除以1有6 10除以1有10 所以這邊有6乘以10 60張 最多我們有60張 好 藍車是今天進到最小公費數 最小公費數也是有學過的 那這個呢就是3個星期的題目 什麼時候哥哥姐姐一起回家 哥哥姐姐都在外面做事情的 有讀書的有做事情的 有讀書的有做事情的啦 你看這邊是哥哥 看這邊回家 這裡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回來一次 姐姐呢阿哥公司安排好了 三個星期回來一次 所以你看第一次 兩個人沒有碰面阿 阿第二次她回來 姐姐沒有回來 阿第三次呢 阿姐姐第二次 欸 碰面 三乘二 三乘二 對不對 好 三乘二 三跟二的最小公費數 三乘二 三乘二 好 來 123456 6個星期以後 他們兩個見面 所以求的是最小公費數 六個星期以後 兩個人跟個姐姐剛好見面 欸 紅生俊 欸 紅生俊 這麼多同學 要分組 齁 要比較狹窄的公費 你們要分組 好 最多 可以有多少人 好 來 這邊是 題目會給你 好 課本的題目 來 告訴你這一群學生 少於三百人 十個人去分一組 十個一組 十個一組 是剛剛好分完的 二十四個人一組 也是剛剛好分完的 請問最多有沒有好人 我可以超過三百 喔 好 十個人一組 十個人一組 是剛好分完的 請問全部的人數一定是 十的 倍數 倍數 還沒有叫做倍數 十個人可以分完 所以一定是十的倍數 二十四個也會剛剛好 所以人數也一定是二十四的倍數 同時是他們兩個倍數 所以答案一定是他們的 封倍數 然後我們就全部都封倍數 好 封倍數 封倍數 剛剛有教你用短出法 對不對 封倍數用短出法 是十的倍數 也是二十四的倍數 求十和二十四的封倍數 好 十和二十四用短出法 用最少的直數拿到這邊來當除數 二五的二十 好 能不能再算了 可以 不可以再找出末來除了 好 所以呢 這個是最大功倍數 乘下來乘完 就是最小功倍數 好 二乘五得十 好 那十是他的倍數 可是不是二十四 一定要再乘他這個十二 就會是他們兩個的功倍數 最小功倍數 所以最少就有一百二十個人 可以符合十個人分 二十四個人分 都可以剛好分完 可是他說最多可以有多少學生 好 一百二十個人的兩倍 兩百四十 一百二十個人的三倍 三百六十 都是答案 可是題目限制不得大於三百人 所以只有一個答案 基本的題目會嗎 會 聽得懂齁 聽不懂你可以舉手 好 不懂了 那全盤共有多少人 約三十個人 三十多人 像我們搬家 約三十多人 然後要分六組也剛好分完幣 分九組也剛好分完幣 分六組有六個 那人數一定是六乘一幾 對不對 九組也剛好分完 人數一定是九乘一幾 十六的倍數 也是九的倍數 所以求六和九的最小倍數 就從這裡連起來 成完十八 好 兩倍 三倍 可是約三十多人 三十多人 三十多人 對 答案是只有這一個站 聽得懂嗎 三十四個站 三十五 馬内 五 馬內